也是活动的消息 花莲农改场的蓝阳分场 为了跟乡亲分享研究成果 今天举办了健康安全的 乐活蓝阳油成果展 以及开放日的活动 展现这几年来 在农业试验研究以及辅导成果 吸引很多民众到场来共襄盛举 感受蓝阳的农业成果 花莲农改场办理健康安全 乐活蓝阳油成果展 以及开放日活动 在原住民传统舞蹈的精彩表演之下 接着开序幕 农开场展示了近年来许多的研发成果 包括了农园健康管理成效 彩色米 新型的厨余剂等等 另外还有许多优质的在地农产摊位展示 包括了大同花卉 有机蔬菜 有机米等等 展现了农业推展成果 我们来办这个健康安全的一个成果展 把产业的试验成果还有一些古老的农户 他的优良的产品也邀请来这边做一个展示 我们希望把这个最好的技术 还有农民生长出来最好的产品 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在强调一个健康安全的农产品 所以我们在像这一两年 我们在宜兰地区就重点针对了这个宜兰的特产 青葱金刚跟文大 那我们把产与研发的这个健康安全管理的体系 来每个月都来农民这边伴奖习惠 那生产这个合肤标准的这个农产品 今天虽然天后不佳 不过仍然吸引了许多乡亲 西家代券前来参加感受南洋农业的研发成果 一来新闻记者是市民 台上报导